谈点来自宇宙的六只宝可梦 1.太阳岩 月石 太阳岩和月石都是岩石系超能系的宝可梦 据说它们是来自外太空 其中太阳岩还可能是太阳的分身 在白天的时候力量会非常强 当然这些都是谣传 毕竟它们都只是普通宝可梦 但从外形来看 它们是最符合日月相对的宝可梦了 2.猎空座 猎空座虽然和固拉多盖欧卡一起 都隶属于风源地区的神兽 它因为陆地和海洋都被盖欧卡固拉多占领 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同样辽阔的天空了 虽然天空也算是猎空座的领地 但它可不是住在云里 而是居住在外太空 所以说有的时候 也可以在别的地方能够碰到它 像是在日月只遇见出现的剧集中 阿罗拉的上空就有一只猎空座 甚至是更前一点的神奥片中 小只它们因为一只邪恶波克比 就坐着火箭意外飞向外太空 结果就是被当作入侵者 给被打了下来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猎空座的实力反而是风源神力设定最强的 毕竟能够有资格欠架的 实力当然要达标啦 3.戴欧奇希斯 每当有猎空座的时候 就基本上会出现戴欧奇希斯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戴欧奇希斯被称作是外星人 除了外星外 另外一点就是它其实来源于 隐食上的宇宙病毒 但可能是猎空座是吃隐食为生的宝可梦 所以对戴欧奇希斯就特别有敌意 不过戴欧奇希斯毕竟只是换手 也就勉强能和猎空座过两招 而它唯一的长处就是极快的速度 猎空座追不上它 自然也就只能像剧场版里那样被溜迁了 直到第八世代出现了电神柱 雷吉哀了其后 戴欧奇希斯速度最快的记录 这才被打破 加上现在换手神兽越来越多 完全就不给它出场的机会 久而久之 它的存在感也就越来越低了 4.小允星 小允星是在平流层出生 奇希在臭氧层 然后有纳米粒子突变诞生的宝可梦 前面说过 猎空座对这类突变的宝可梦非常敏感 但因为戴欧奇希斯跑得太快 所以猎空座有的时候还拿它没什么办法 但是小允星可就不同了 观看外形就知道 这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宝可梦 虽然动画里没有体现宝可梦里的生物链 但小允星在图件里可是明确记载着 会成为更强大宝可梦的食物 这个宝可梦不用说 大家都很清楚 毕竟没几只宝可梦能够对吃隐食情有独钟 不过小允星即便是不备吃 只要落地那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当时成全的小允星掉落在阿罗拉地区的时候 顾顾伊为了照顾大家的感受 就没有把这个残酷的事实说出来 比较特别的是 小允星的内核有着七种不同的颜色 但也就仅限于此了 五 无极泰纳 无极泰纳和戴欧奇希斯有些相似 都和陨石有所关联 只不过比起在陨石里诞生的戴欧奇希斯来说 无极泰纳的地位要高上太多 当然无极泰纳诞生在哪里 图鉴并没有明确表示 通过推测 他很可能就是借助陨石意外到达了这个世界 要不然他和戴欧奇希斯的实力差距不会这么悬殊 而他也不至于需要吸取嘎勒尔地区的能量来维持生命 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 但不得不说 座位第一只被收复 还被送人的一击神 无极泰纳在观众心中 顿时就没了牌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那么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感谢观看